转载自摆架号作者,自由的翱翔过去十年要说NBA最成功的球队恐怕就要数勇士了,毕竟相比于古人和热火,他们拿到了三次的总冠军,鉴于今夏持续性的补强,明夏他们更是有望未免成功。 相反的,过去十年间要说最失败的球队,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篮网了,在球队战绩知识低迷的情况下,还没有高位选秀全来帮助球队补充实力,一次失败让篮网付出的代价有些过于沉重。 十三年好组剧头的篮网因为年龄和化学反应等因素而失败,这次失败造成的后果就是在这后的五年时间里,篮网的选秀全几乎都握在了别人的手里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篮网近几年战绩不佳,但依然没有得到太多潜力股的主要原因,随着新任总经理马克思的上台,虽然篮网依然还处在重建的行列,但依靠吃垃圾核桶拿选秀圈获潜力股的方式,目前的篮网还是获得了一些不错的潜力股,如拉塞尔,丁迪文,杰埃克阿伦等。 显然因为之前摆烂的时间太久篮网,想要完成重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为了加速重建,在我看来篮网可以和胡人做一笔把彼得换裤兹马加罗尔邓的交易。 对于篮网,如贤文所言,目前的篮网要想完成重建至少,还要有二到三年的时间,毕竟现在的他们基础很薄弱,基于此次下罗尔邓,还有两年的垃圾核桶补打。 当然肯吃下罗尔邓主要,是为了得到库兹马这个潜力股。 这,样来啊就有了拉塞尔丁迪文,加库兹马加基埃特埃伦的潜力组合,悉心培养还是大有可谓的。 对于胡人,能否放弃库兹马主要看来能换来什么,甩掉罗尔邓拉基合同不说,借此换来法里得的刀期合同,也是在为名下做准备,放弃库兹马可不可惜。 但想到名下有可能利用这个到期合同,天下巴特勒,汤普三或谢伦马德中的一人,还是可以接受到,综上,在我看来为了加速重建。 来往可以说胡人做一笔,就把里得换库兹马加罗尔邓的一换二交易,而这笔交易一个获得潜力股一个获得到期合同,可以达到双赢。